补气的一些小日生的方法 好我们都说50岁 如果观众席里面有 或者是歌友里面有50岁的 一般是说肾气虚 60岁的呢 那么一般的来说是心气虚 70岁的有歌友 那么是脾气虚 80岁的肺气虚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来补一补 气族唱歌肯定好听 好下面我们先来补肾气 50岁我猜想多数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 补肾气我们来做一个黄海工 分为三步 这个最好大家站起来做 因为补肾气稍微要 其他几个气我们可以做着 补肾气 这个非常好 下面大家第一步 把石头顶在时间后面 石头顶在时间后面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勾手 就像那些老演员唱歌 对吧 山丹丹丹的开花 以前他们演员都在勾手 就勾手是不肾的 好第三步 垫脚 垫脚来我们 123 垫脚对的 123 每天垫十次 对这个肾脏特别好 所以我们唱歌之前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不肾气 再来 顶时后面 一 二 勾手 三 垫脚 对了 非常好 看到Vin老师 很美美 来下来 一 二 三 对了 好的就是这个 这第一个是股肾气的 黄海沟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从气更苏里面摘下来的 下面六十岁了 六十岁 六十岁 我们这个可以做也可以站 大家知道母子是属羊的 四子是属阴的 这个都不同 母子属阳 来啊 老公 母子属阳 四子属阴 所以有的时候不平衡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母子和四子分开来啊 这就是阴阳平衡 但是我要大家学的是这个 一个热呼吸 平时的时候最好泡一杯茶 先吸下茶 茉莉花或者是菊花茶都可以 吸下茶 这个热吸 好 用母子按牢钩 呼出来 记不倒不要紧啊 以后我会再不断的呼吸 好 小璐说 这是要热呼吸 好 再然后 母子按牢钩 这个是补心器的 呼 这是热呼吸 冷呼吸 这都以前我在诊所用过的哈 用冰块 冰块 放在一个小碗里面 冰块放在小碗里面 吸 吸 这是非常凉的 然后用四子 按手 呼 好 下面我们来想象 热呼吸 热西洋 用母子按 好的 然后吸音 冰块 用四子按 这个对有的时候焦虑不安的时候 这个方法相当好 叫阴阳平衡 所以这个我们唱歌之前紧张也好 或者是平时焦虑多也好 我们都用这个 好 然后下面我们变成了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这个大家可以请坐 我们一起来 做的这个糙 我猜想歌友里面多数朋友小时候都养过蚕宝宝 这个吴英老师养过蚕宝宝对吧 对对对对对蚕宝宝 大家看到蚕宝宝吃叶的时候 是啃的对不对 那个商业 这个他们一吃一吃 哎呦我们在看队里以后以前他偷偷的带了那个小那个蚕宝宝的那个带到学校去给朋友看一个盒子啊 蚕宝宝 这个第一个叫吃气 吃我们吃饭 但是你听说过吃气吗 好我们像长夜一样的来 手放在一块来我们一个肯那个商业一样的叫吃气 对的这个对这个顶部也特别好 你看看一阶一阶一阶在这运动的有点难看这个动作啊 好 对第一个是叫吃气 那么然后吐出来呢就吐丝 蚕吐丝呼的时候这样会对你的这个皮啊非常有帮助 吐的时候是丝 好的吐丝 好 最后一个我们补肺气 这个很重要啊 肺气对唱歌非常重要 等一下啊 我是要看 我有目的的我在看一个歌友上来了没有 因为今天我有些 有些话我要想说一下 等会啊 没关系 等会 好 下面最后一个呢 是补肺气 补肺气 我们大家都知道 赞扬别人唱歌 陈志老师有六个词 第一个明亮 第二个圆润 第三个广阔 第四个结实 第五个红亮 好 下面我们来打开窗户 边说明亮 来来来 明亮 对的 明亮 这个慢慢多讲了以后 对我们唱歌也有好多 明亮 这是运肺气的 好 第二个词是圆润 圆润 好的 圆润 对的 第三个 广阔 呀 我们唱歌在这边唱那边都听得见 就像我们上次欣赏的巫书里传歌 广阔 广阔 好 第五个结实 结实 对吧 这个咬字土字都非常清楚 落地有声 结实 最后一个叫做红亮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好的 顶天立地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 这个 接下来我讲一下题外话 我好像这歌友还没上来 我这个人是非常值得 这个 我之所以要来上这个课 我是需要正能量 但是上次我有一句不点名了 这个有的歌友呢 就在上面什么又是又聊天了 或者什么东西 我就想劝奉这位歌友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课不适合你 不适合你 你不喜欢我的上课风格 我还不 我还不欣赏你这个歌友呢 所以 我这个人是实话直说的 我不要添堵 我不要添堵 我跟秋风老师已经沟通了 我随时可以不上 但是我对不起亲爱的歌友 我不想因为你一个人的评论 因为你每次在下面发一点那个什么 又聊天了 我就是要聊天 这个我来的 我就是和这些歌友聊天 我唱歌倒是其次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唱歌 这个这个平台不符合你 请你不要来 我不要添堵 我不要添堵 这个我也就 其他歌友也就包含了 这还有上次我们搞活动的时候 这位歌友也在说 哎呀怎么今天唱歌不唱歌啊 你是谁呀 对吧 如果不适合你 那就请你不要来 你很简单 你一按你就走了 我得罪你我也不怕 因为我这个人是就是说 我图的就是一个快乐 图的就是一个开心 对吧 假如你不喜欢我的风格 刻苦呢 对吧 所以话就讲到这里 等会我在我轮到我的时候 还要讲一遍 这个其他我就说到这儿 感谢其他歌友的包含 感谢其他歌友的包含 好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秋风老师 请秋风老师 带着我们一起唱 Memory 有请秋风老师 刚才说的几个大家可以 记得一两个都可以 啊 好 嗯 好的 好的 叶老师 好 各位各位 朋友们 早上好 啊 刚才呢 叶老师带着我们大家呢 啊 又补肾气 又补肺 好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哈 放开我们的喉咙 开始 演唱这首 非常著名的音乐剧的 这个主题歌 Memory 好 我们呢 先把前面呢 我们学过的 第一部分 也就是两段的歌词呢 我们把通唱一遍 啊 然后呢 我们把第二部分呢 后半部分 再继续往下去学 好 各位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第一 啊 一开始我们是B掉 歌 第二 好 四拍 哦 在这里呢 我呢 就是说感谢我们热心的歌友呢 啊 这个 问我一个问题啊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个乐谱的第三行 您看到了三行上面有那个连线 对吧 发搜 拉西 上面中间有个二 小二 啊 啊 那天有歌友问我 这个二代表什么 它本来就是两份 两个半拍嘛 棒棒 对吧 啊 完成发搜 拉西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哎 我要给提醒大家 您看到了这个乐谱的技谱呢 它是以八分音符 也就半拍为一个单位来数十二个一共 十二个呢 但是我们打拍子的时候打四份 也就把它分成四份 也就一拍一个大拍里有三个小八分音符 那就是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three two three 这样打四个大组 那么这里头呢 它就告诉你 啊 技谱方式告诉你 好 我们要把这三个八分音符平均分成两份 啊 我相信歌友呢 可能经常会看到下面写三 也就我们看到三个音挤在一个括号里面 代表了把一拍里头 哎 把三个音放在一拍里 也就是每个音唱三分之一拍 那么在这里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要把三个呢 分成两份 啊 也就是说 音长呢 您听那个伴奏的音乐 或者是您听那个演奏 他们会底下 您听节奏会 蹦蹦蹦蹦蹦蹦 但您唱这两个 唱这个 这一段歌词的时候 又把它分成两份 也就是说 节奏打了三拍 但是您要唱两份啊 蹦蹦 也就是蹦蹦蹦 蹦蹦 啊 蹦蹦蹦 这种感觉 就感觉像 有点像咱们 就是戏曲里头 这一个紧拉慢唱的 那种感觉 有点律动推着你 但是你唱了 你要把它撑开的感觉 好 在这里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因为打的是大拍子 一大拍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把什么 发搜 对吧 但是您看其他的 乐谱的说 我们看第一行 我们看第一行 就是一三小拍 nota nota nota是三小份 里的后边 二三 对不对 然后您看后面 sound from 那么这是三份了 在一拍里 我们唱三份 sound from 好 就是这一点 我给大家呢 就是我们再把它 就是搞清楚了 好 我们准备开始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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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the wind begins to warm Memories all alone in the morning I can dream of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re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ened this far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好 您看到了吗 在第三行我们刚才唱这个 The time I knew what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Happiness就把它收在一起了 好 我们继续 下面第二部分 上次我们把第二部分的前半部分 我们把它细致地唱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歌词 前半部分它曲调变成副调了 我们读一下每一句我们读两遍 Every street lamp Every street lamp Seems to beat a fatalistic warning Seems to beat a fatalistic warning Seems to beat a fatalistic warning Someone mutters Someone mutters And The street lamp Gutters The street lamp Gutters And soon And soon It will be Morning And soon It will be Morning 后半段呢 它的旋律呢 跟我们刚才唱的 开始主题的旋律是一样的 我们继续读下面的歌词 Daylight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Daylight I must be for the sunris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 give in And I mus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s When the dawn Coms When the dawn Tonight Will be Memory Toon Tonight Will be Memory Toon And A new day Will begin And a new day Will begin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乐谱 我们再把这个歌词下里面 好 这边好 One Two Three Four Why There is Vivian Here is Beat I Fat 是 Vivian The I must say 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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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我唱是不是有点高了 对是好我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每一遍 seems to be they don't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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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someone murdered than the streetland goddess someone murdered than the streetland goddess and soon it will be for me 好我刚才确实第一句唱了高 我应该唱低八度 对了这就唱得舒服了 好我们唱低八度了 好我们把前半段这个副调 我们打的练在一起 好 one two three four every streetland seems to be fatal is the warning fatal is the warn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继续把后半段再唱一下 后半段呢 我现在分剧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好 开始 好 我们继续把后半段再唱 后半段再唱 rev 好 开始唱一首歌 I'ma think of a new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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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mustn't give you when the dawn comes when the tongue comes tonight you'll be a marriage too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you'll be a memory too and a new day will begin 好非常棒歌友们我们继续下面的第三个 这个第三部分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先看一下歌词 这一块实际上它在演唱的时候它升了一个调 还不是升了一个调 从B大调到升到将B大调到降低大调 因为它要高潮嘛 这一段的最高潮的 所以这块它要让它演唱的这个歌手 达到一定的这个音高的频率 让机器人们的这种 这种这种 一种对生命的渴望的一种 的效果 好 我们呢 还是按着这个这个将B调的 低一点的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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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 OK 我们看一下歌词 Burn Burn 烧尽燃烧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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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Burn Dign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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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进行这个正在天正在开始 这个太阳开始猛猛 就是说要开始出来了 一到这个晨光开始破晓 好 Dying Dying Touch Touch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描写了 就是这个 这一只就是当时有很风光的一只老猫 他现在呢他特别渴望了 他的新的生命 那么他们在毛群里每年搞的这个活动 就是说点到谁 他们选一个 可以让他到天边的 也就天堂跟这个真正的 我们人间之间的这种边缘 让他在那走一圈 然后回来他又成了又 又从小猫开始了 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 所以他要点他 Touch 用这个Touch 这个Touch Touch 好 好 接下来 Leave Leave 放弃 Leave Alone Alone Understand Understand Become Become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旋律 其实跟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部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升高了 把调升高了整个 好我们现在呢 还是一句对我们把这个歌词呢 这第三段的歌词我们 我们歌词加入 Burned out Burned out Burned out I In 还 있다 涩 哒 Zither unknown k rights 庚 fulfil 空 薙 Burned out in of smoky days The still cold smell of morning The still cold smell of morning A streetland dies A streetland dies istryland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istryland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好 我们再把前半段从开始 到这个地方 好 准备好了 喔 yeah of smoky days the still kind of smell of morn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 of my days in the sun of my days in the sun if you touch me you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look a new day has begun you have two choices you can sing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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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hear them again Every street lamp seems to be picked A fatalistic warning Someone butters and a street lamp gutters And soon it will be morning In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 l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a new day will begin Burned out ends of smoky days The stale cold smell of morning Th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If you touch me It's so easy to leave me All alone with the memory Of my days in the sun If you touch me You'll understand The stale of happiness Since The stale of happi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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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put the sun on the sun The stale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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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stale of happiness The stale of happiness The stale of happiness Your groceries delivered fresh on time With everything you ordered Just like that Just like that For twenty years Mitsubishi Motors Has brought constant innovation to Canada We've refined our vehicles With forward thinking technologies The stale of happines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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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That's not the sound This is not This is not So This memory 虽然我打进去 但是它这个歌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中文有的 好 下面接下来的时间 有哪位歌友 这个 谢谢 谢谢艾瓦大姐 发的这个 有哪位歌友 就是说想要我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还有说三分钟 这个正课上完 等会今天分享 那个 秋风老师会分享一些 阅理知识 要我怎么教 就是接下来的 是继续听这个 书生大神的呢 还是把第一段再啃一下 我就随意哈 因为这个吴英老师 这个打开 吴英老师 你给我来两句吧 我想听一下 你的代表歌声 好的 谢谢 谢谢艾瓦老师 这首歌很很早就想唱 想学唱 也听别人唱过 一些在舞台上 多很多的舞台也有不少人唱过 很想唱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唱 现在跟着艾瓦老师和秋风老师 非常的高兴 我建议呢 是否我们再把第一段给啃一下 下的功夫 一段一段的啃 可能就啃一下 就多唱 就多唱才唱会上 唱一两唱是不行的 这首歌有一定的难度 一定要多唱才学得会 我就这么一点建议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 非常好 非常好 对的 我们来啃第一段 我非常同意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吴英老师的这个意见 对的 我们其实把第一段唱好 后面的旋律都是差不多的 对吧 与其我们花那个时间 老是啃后面 就是不集中 不集中 好 下面我们把这个调出来 我们就是说是 把第一段再来啃一下 我一句句来哈 not this one of course 好 大家看到哈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有卡拉OK的 还有这个就是 戏剧的 在这个其实挺好 但我就为什么写个dark呢 就是说他那个背景 有的是根据你的心情 这位老师其实交唱的相当好 但全部是英语的 我就要翻译哈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 这个Brightman 在日本的现场表演 这一个呢就是说是 苏珊 所以为了这首歌呢 我会做很多那个research 然后有时间就可以给大家分享 没有时间的话 就挑一些重要 下面我们来把第一段 再来啃一下 他是用这个lyric 就是有歌词的哈 好 朱欣老师 好 那个 对 这个 这一句哈 Midnight 那个 这个 文艺老师 请你把话筒关一下 文艺老师 请你把话筒关一下 谢谢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Midnight 然后再慢慢把这个M送出来 唱轻一点没关系的 好 吸气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这里我们上次唱什么歌的时候也讲了 不是flown from 我们先来念一下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读6了以后再加进去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很轻的很轻的 午夜了 街上 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点声音都没有 payment 人行道也好 或者走路的地方也好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好继续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你看到这背景 这寂静的 居院也好 或者什么 门口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这都是跟寂静夜晚在对话 所以不可能很大 Has 这是一个疑问句 这个陈述句就变成了 The moon has lost her memory 那么现在就自问自答了 这个月亮没记忆了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或者你也讲回忆也可以 这个月亮怎么没有回忆 所以根据自己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这个she肯定是指月亮 她 女子旁的她 She's smiling alone 这个有一点的难的就这个s 两个s碰到一起 我们先来念一下 She is smiling alone She is smiling alone 然后带着乐曲 乐曲里面去 She is smiling alone 可以这样处理一下 这个s稍微重一点 这个轻一点 就好像好带一点 我也是个人的体会啊 She is smiling alone 自己唱对的给自己拍拍胸不错啊 这个三个s在一起了 She is smiling alone Alone自己在微笑 She is smiling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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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is smiling alone 再来吸气 She is smiling alone 好 In the lambe light 在这个月光啊 这不是月光啊 这个那个路灯 In the lambe light In the lambe light 在这个路灯下面啊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这句话有点差 有点难唱 我忘了也老唱错的 In the lambe light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我自己悟出来 激激茫茫茫唱 肯定唱错 我就把一板一眼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但是这个ed我有点吞 否则我就觉得不太好摆 In the lambe light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还是没有唱得非常到尾 但是还可以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看看他怎么唱啊 看看他怎么唱啊 The wind lifts cacti on my feet And the wind And the wind begins to warm OK And the wind And the wind The wind 基本上挺不厉 因为d和b碰在一起的时候 做好发d的准备 其实马上就滑下了b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w mow 就是哼的意思啊 很 begins to mow 然后发出响声啊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w and the wind 好 好 begins to mow memory of low in the 这个一样的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再来第一句是一样的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moon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OK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我讲的第一段哈 但是我把它演入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all days D D D 这个the 在原音前面发生d 在辅音前面发生d 在辅音前面发生d 啊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not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好上次我说的这个beautiful 这个地方把它分开来一个一个音节唱就可以唱得非常好 I was beautiful th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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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好 我们重头再来 还有三分钟啊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eathered leaves clad I think And the wind Begins to roar Memory All alone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ies Let the memories I forget 好下面我满足那位李歌友 刚刚说这个中文 我来四座给你 我四座翻译一下 这个回忆 Midnight午夜 Not a song from the pavement 这个路上细静无声 Not a song from the pavement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怎么这个月亮忘记了 或者是你就是说 月亮你怎么都不想回忆了 这个根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比较切合提议 She's smiling alone 月亮怎么自己在笑 She'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ne In the lampline 在这个夜灯下面 好这里有个单词 WITH就是那个 酷了的叶子 这个风一吹 Clack 用的很好 Clack 收集历史 这风一吹 这个叶子 全部吹到我的脚底下来了 所以描写的非常好 The wish lives Clacked my feet Clacked my feet The leaves Clacked my feet And the wind 好 然后这个树叶一吹 And the wind 风又开始叫 呼呼呼 OK 好 回忆或者记忆都可以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月光底下 月光里面可以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对着以前的日子 微笑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re 好回忆了 那时候非常美丽 好 那个时候 什么才叫幸福快乐 好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让这个回忆重现 重现 live again 好 分享到这里结束 好 谢谢歌友 谢谢歌友 我们还有两次 再学这个歌 但是唱得了多少 算多少 那么感谢大家的陪伴 接下来今天 请秋风老师 那个分享 秋风老师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乐器啊 乐理 好秋风老师 你可以打开你的 这个视频 那么 有请秋风老师 跟大家分享 秋风老师在吗 好的 好的 叶老师 今天呢 我来呢 来给大家分享一些个 这个乐队的一些个 教场乐队的一些个 知识 很高兴 秋风老师 我猜一句 秋风老师我就猜一句 就是新来的 新来的那个 我看有新来的个歌友 这个我们是 一般是十点半 到这个十一点半 是正课 那么就是 十一点半以后呢 到十二点 这是李主席 给我们的多的半个小时 一般都是分享 所以 就是说是 你就说接下来 这个我们是一般 有的时候 多数时候是我在分享 关于音乐养生啊 中医啊 反正和歌友的 都是很激性的 怎么样高兴 怎么样快乐 怎么来 那么今天呢 这个三个小时呢 就由秋风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些 乐理也好 乐器也好 所以这个 就跟你讲一下我们 这个的这个 节目的流程 好 谢谢秋风老师 还给你 好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呢 我想用五分钟的时间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歌友 就是刚才我们在学 这首歌之后 您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在下一节课 您特别想让我 带给大家一些个 就音乐方面的 一些个 不管哪方面的吧 一些个需要 哎 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呢 这个 我给您 您有没有问题 您可以举手 或者是您直接就是给我留言 好 好 在这里呢 我就您在想您的问题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说 把我今天呢 想分享给大家乐器 上次我给大家已经分享了 大家还记得吗 Woodwind 木管 木管家族 木管族 Woodwind 总体来说呢 交响乐队组成了一般的分三个大家族 啊 那么 wind 是一个家族 也就是吹管的这个乐器 啊 好 我看到了副歌多练习一下 好 我们下节课呢 着重的把副歌练习 谢谢 谢谢您的建议 好 那么wind 木wind 和brasswind 这两个是一个大家族 都是靠wind 也就是吹气 吹出来的 哈 好 我们呢今天继续来 啊 我们先把这个woodwind 再把它快速的把它啊 复习一下 我们看一下从左边最高的音的啊 最短小的这个小笛子啊 短笛 pick low pick low 短笛 接下来长笛 大家很熟悉 flute 长笛 然后是双黄管啊 双黄管 over 双黄管 然后英国管 English horn English horn 下面是单黄管 黑管 就是叫它 Clarnet Clarnet 还有低音 低音 单黄管 或者低音黑管 base Clarnet 下面是最大的了啊 最大的 木管组最大的这个 就是bassoon 也是最低的 最低的乐器 演奏低音的 bassoon 还有更低的bassoon contrabassoon 好 我们下面看看 铜管乐器有啥 好 铜管乐器 我们看一下 还是我们从小到大 开始看啊 从最高音的乐器啊 trumpet trumpet 啊 小号 啊 小号的历史呢 是可以再说在这个铜管 一些是最最古老的啊 在公元前 啊 一 啊 坏了我忘了 公元前多少年 150年 就已经开始有用号 当然不是这种 现在这种样子的哈 好 trumpet 小号 好接下来我们看 圆号啊 也叫法国号 啊 french horn 啊 往右边看 长号 啊 我们有时候管他叫拉管号 因为他是最特别的啊 跟其他的这个铜管乐器不一样 他的音高靠他 撑拉他前面的那个啊 这个 这个这个来长度呢 来 就是说区别音高的啊 不是像其他都有按键的啊 好 trumpet trumpet 长号 我们再往下面看 次中音号 啊 ufonian ufonian 这个有数在教典乐队里不是经常会用啊 根据一些作曲家有数特殊 大多数我们会用tuba 就是最大号的大号 tuba tuba 它是最低的铜管乐器 好 这是整个的大家族 就是wind的家族了哈 wind 好我们下面再看 弦乐族 啊 string 啊 the string family 啊 弦乐器组 弦乐器组呢 现在呢 这里头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都主要的几个弦乐器 当然还有其他的 您想看这个弹波的那种吉他呀 什么也算 也把它归到了这个 弦乐组 我们看一看从最小的啊 这也是我的啊 从小陪伴我的这个乐器啊 vi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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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比他大一号了 看着从外表看感觉都差不多啊 嗯 其实呢他就大出来大概有啊 当然了中提琴它也分几个号 根据就是人的呃就是高矮啊胳膊长短 它分大概有从呃他是按他的那个指板 也就黑色中间指板的那个长度来分几个哈 但是他大多数都要比小提琴要呃就是说呃要大出来一块哈 呃我在我记得印象特深的是我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去乐队呃我们的就是说传统说你进来以后先要试一下中提琴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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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过中提琴啊 啊那么啊学校的很好借给我们了但是我拿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啊啊很大的不不不就是很不适应 而且呢他的乐谱读谱也不一样他是中音谱号啊中音谱号啊包括有一些管乐也是用中音谱号我们一般的大家都熟悉的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啊好接下来c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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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提琴啊大提琴啊这个需要的这个 大家能看到把它插在把它放在地上啊演奏者坐在上面啊坐坐在椅子上然后把它竖着拉的这种哈大提琴哈 好接下来低音大提琴或者我们有时候叫背大提琴啊背低音大提琴啊这需要站着的啊当然有时候会有个八椅八凳一样的哈有时候时间太长了怕有些人站着演奏时间太长的也会有会靠着哈 那么啊需要站着演奏的啊还有最后一个哈啊哈啊竖琴啊竖琴我印象中是有一百四十几个弦来着啊我记得是啊他底下有还有很多的脚垫有彩的那种就是他的那脚踏有七个脚踏啊很好听啊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打击乐器 percussion percussion是所有的敲敲打的啊或者是呃摇的啊这种的乐器呢啊都叫percussion啊percussion 那么这里只是一小部分的啊也就是主要的我们会在交响乐队里碰到的呃打击乐器可以说是最多的了啊他的他的太多了 呃您想随便拿两个棍儿您想中间那claves拿两棍儿这么砰砰砰就像咱小木鱼一样倒写是打击乐器对吧那么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这个方式的这种敲击的这种小谷包括谷就是很多哈 啊好我们看一下从左上角我们看一下啊啊木琴啊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啊木琴啊 xylophonexylophone啊因为他下面的拿他的其实琴键他跟我们钢琴的排列是完全一样的你看他排列哈就是放大了把那琴键我们钢琴的琴键放大了xylophone 好claves刚才说了积木这个一般的是很少我们在就是说得看一般南美音乐或者非洲音乐会用因为这是最早是从非洲啊就是说的后来他们南美音乐觉得声音很好听适合他们的风格他们喜欢用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triangle triangle triangle啊三角啊三角啊三角铁啊这个是下面这是我们经常会用的snare drum snare drum有人管他叫小鼓有人管他叫小菌鼓啊都可以snare drum snare snare是一种就是像一种trap一种呃他们有时候把他围成一个小笼子会去抓小动物的啊snare 在这里他指这种鼓呢就是也是他围成一个圈然后他里头有呃在你骨皮底下有拉的那个黄啊金属的那个弹簧啊出来叫叫叫叫叫叫这种声音snare drum 好我们再下看吧哈啊这个是同伯啊呃我现在还没有太仔细的查我还要再查一查那么我们有时候说打查啊我们有时候打查啊跟同伯的区别啊我在这里先我们先记住这个symbols 彭博 symbols 这也是经常会用的乐队里 灵谷 很好的 很多民间的民族舞 会用上这个 cambrane cambrane 灵谷 在下面 Maricas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Maricas Yes Maricas 沙唇 这需要摇的 摇的 Maricas 然后我们看一看 Piano Piano也属于打击乐器的 大家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什么呢 它后面 您看到后面 它都是敲击的小吹吹 敲击琴弦 所以它也是敲击出来的 所以把它归到了 Percussion 这个家族里头 Piano Timpani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交响乐队里 它可以说 仅次于指挥的这个什么 因为很多的 这个 Classic的这个 这个交响乐 它都要用上 Timpani 定音鼓 为什么叫做定音呢 大家会看到 演奏员在 一般都放 跟指挥师对着 在最后面 它盘 有时候放四个 有时候放五个 有时候更多 它每一个鼓都可以调音的 它可以转 所以它根据 它根据这首乐曲的 可以算键盘 有人问 是不是键盘乐器 可以 您要把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 它是分大组的 在交响乐队里的分 就是说打击乐 吹管乐和弦乐 所以它没有专门 分出一个键盘乐 您说的很好 这是钢琴的另外一个名称 可以把它算成键盘乐器 好 谢谢您的这个提问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Tymphony Tymphony 它有时候会调那个音高 因为假如说C调的话 它会把它的三个主要的鼓 会像Domiso 就像我们讲的 Course还记得吧 Domiso 它的支架 支架 然后呢 邦邦邦 三个音都调好了 它需要也要定音的 所以叫定音鼓 那么在打击乐器的分 有一部分的乐器 需要调音的 您像钢琴 定音鼓 还有Zachibon 它都是带音分音高的 所以你要确定它的音准 音准要统一 在这里我要特意讲到 就是说在乐队里 很多的乐器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调到 一样的频率的音高 如果要有几个乐器 在那儿调的 没有调好音准的话 整个乐器就会让它毁掉了 那么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 Bestrong低音大鼓 低音大鼓 这个也是在乐队里 会经常用的 好 现在呢 所有的乐器呢 我们都 就是主要的乐器 没有全部的都讲给大家 主要的乐器 现在呢 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一首乐器 这首乐器呢 是 我先把这个退出去 这个乐器呢 是法国的作曲家 叫拉维尔 拉维尔 可能有的朋友会知道 这位著名的 他可以跟 法国的著名的 作曲家 德标西 他们俩是齐宁的 都是印象派的 这个 那个时代的 这个 作曲家 那么 我们呢 这个为什么要介绍他这首特殊的这首曲呢 他这首曲叫 波雷罗 波雷罗 波雷罗是一个西班牙这个舞曲 他根据西班牙的这个舞曲的曲名 提了这首名字 但是呢 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按照西班牙的 那个舞曲的那个 他的曲式去写 但是只为他借助了那个名字 因为他这首舞曲呢 是为一个 当时是一个 法国非常有名的芭蕾舞演员 他呢 想请这位著名的作曲家 给他编一首芭蕾舞曲 那么 我现在准备正在 我一边跟大家讲了 那我一边晒我的屏幕 我给大家放那个乐曲 然后一边放乐曲 我会给大家讲一点 这个具体的他的一些个 具体的他的乐器 这个作曲家呢 他当时一开始 这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跳舞的这位女士呢 他就说你帮我写一首 根据谁谁谁的一首 当时的一首诗什么的 然后怎么这么改 但是发现当时那首曲子 已经被别的作曲家做了 所以呢 所以他就 就又想办法自己在 有一天无意中坐那儿 巴拉巴拉钢琴 突然呢 这个 哎我的 我的宿母还 您还听得见吗 我的宿母还有吗 听得见 听得见 但是看不见你人了 听得见 好 现在可以了 我是想这个 因为我这个iPad 这个Share 这个我还不老太熟悉 好 现在可能看到我的一个白屏 是吧 我现在找 现在看到我屏幕了 对不对 对 好 我现在点开我的 能看得见YouTube的这个标了 对吧 对吧 好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这位就剧家呢 吴京军在那儿缠了一段 一个小的片 一个小小的短剧 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呢 他就 这位 对 要找这位漂亮的女指挥家 最近这些年 就是世界上 现在 这个 涌现出来一批 非常棒的女指挥家 好 我现在按下暂停 好 为什么我选这首曲子 就这首曲子 它正好是 每一个乐器 都会有solo的 solo就是它独奏的地方 这样呢 您可以听到 每一个乐器 它演奏的声音的效果 这样呢 我觉得是一个了解 教育乐队的 乐器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首曲子 您也可以放给您的朋友 或者您的 您的小外孙子 小外孙女 或者孙子孙女都可以 对吧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而且这首曲子 我觉得很美 很美 它是 这个作曲家 他得以吸取了 西班牙的一种 舞曲的风格 但是呢 他又加上了 阿拉伯的一种 那种 那种 妩媚的 妖娆的那种 那种旋律在里头 好 我给您呢 读一个 就是一个音乐评论 他呢 来 就是说的 评论这个 总结的这个 这首曲 他就说 什么呢 一锅风情 关着 什么的草年 谁 一锅风情 加上 欲望的诱惑 加上 情绪的引导 Lover 在不断的 不变中 玩弄了整个的 这个乐曲 为什么 它叫不变中呢 因为 你一会儿欣赏的时候呢 您会发现 它的节奏 小军鼓 这里为什么要说 snare drum 小军鼓在里起到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角色 我们乐团呢 也演奏过这个曲子 也就是说的 这个演奏 小军鼓的 这位演员 他的责任 非常重大 因为什么呢 他从头至尾 始终演奏 两个小节的 这个重复的 这个节奏 也就是 他是整个 这个乐曲之中间的 这个 比指挥 还要重要的一个 control 就是说来控制 整个乐队的 这个节奏 还有他的情绪的 起伏 那么Lover 他这首曲子 就是说 我就用同样的节奏 然后呢 同样的旋律 里面重复 反来复去的 重复一样的旋律 但是呢 他是靠强弱 还有不同乐器的 音色的变化的 互相交替的变化 来展现出 他这个魅力 好 节奏话少说 我们现在先 听第一段 有声音吗 有有有 好 旋律 旋律 Conductor 指挥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乐器 黑管 单黄管 Clarinet Clarinet Heart Heart Bassoon Bassoon and Fruit 他们俩一起演奏 Clar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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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Clarinet, 但是不同的调 英国宝贝 英国宝贝 有些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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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p it the hot trumpet Tax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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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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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老师那个歌有建议 就是你在讲外面你说下小提琴 因为大家对中文还是比较熟悉一些 谢谢 好好 好 我先暂停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整个的 这个教学队的座位 指挥站在中间对吧 我们看到左手册 离他近的这个都是小提琴 小提琴这个大的这个群体 小提琴的人数可以说是最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分两个生部 所以您看到左手册的话 它一般是两个人作为一组 看一个乐谱 然后呢里边的人一般经常帮着翻谱 说要两个人作为一个合作 那么一般的一提琴呢 至少要根据乐曲 你看这个乐曲 这个乐曲呢 它要求人数并不是很多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八个人 您看一共四排 那么再往里的那一对呢 它就二提琴 二提琴一般 如果一提琴八个 二提琴会是六个 那么有的大型的 你像演赘克夫斯基的作品呢 它大的那种或者马乐的作品呢 那么一提琴它可能要求十四个 甚至十六个要求大的场面 好 您看一下右手册 大提琴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在中间的地方 坐在这个 然后右边这是中提琴 中提琴 那么 当然了 有的时候您会看到 有时候大提琴会坐外面 右边的外面 就是跟指挥的喜好了 指挥它觉得怎么摆放 能带给观众的效果 还有不同的曲目 好 正中间您看到那个就是定音谷 好 左手册它这一边呢 会前排会是木管乐器 前排木管器 后边是铜管 也就是说 它的宗旨是说 特别响的 因为越吹管乐器一般都响 所以它把它都放在后边 然后我们看到长号 也是长号这种比较响的 还有大号 我们看到到右边的 右半部分 后边那一排 对吧 然后低音 低音这个被大提琴的 也就是在 就是说大提琴和中提琴后边 好 这是整个的一个 这个布局 好 杜光老师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好的 那么我今天呢 可以说就是把这个 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这里呢 还很有意思 这个指挥还蛮有创意 他请来的舞蹈者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在后面舞台上面 左上角 你会看到 他右边 他又穿上闪光灯的那种舞者 一起跟着音乐去伴舞 好 好 谢谢 谢谢 如果大家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有什么问题 在这方面 或者感兴趣哪方面的 就是乐曲 希望我帮着给大家一起分享 来做一些个research 做一些讲解的话 我很高兴 好 谢谢大家 我来想办法看看把他退出 好的 谢谢 秋红老师 这个 大家 这个以后 听这个交响乐啊 或者是 去看什么乐会啊 对 劣之一二 劣之一二 所以 谢谢大家的兴趣 那么今天呢 咱们分享呢 就到这 我换了一个背景 因为我刚才 我 我 我陪我老妈 所以我就是说 他那个耳机 可以 所以你们刚刚听到 我叫他 他耳机一放大是好多倍的 我说你把那个关小一点 是呢 总共言之 非常感恩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那个感谢李主席给我们的actual这个半个小时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秋红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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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